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大家還記得之前有一份以級別的方式計算動物人氣的榜單嗎? 有聽說這份榜單上面的名單 大多是從歐美國家那邊的喜好做出來的 日本的動物森友會攻略Wiki晚賬也辦了一場人氣投票活動 投票時間從4月27號到5月21號 以一人投一隻動物的方式進行投票 總票數達到了24101票 而且也在近日公開了名次 我今天會在影片中介紹一下這次票選的前10名動物 順便來比對一下歐美日本玩家的喜好是不是差不多 投票的網址我也會放在說明欄 大家也可以在影片結束後去看看自己島上的動物是在第幾名 首先我們就從第10名開始 第10名是耳光 獲得了339票 實至名歸 耳光的可愛度真的是沒有話說 看了就想抱一下親一下然後狂吸牠 再來是第9名 史培亞 獲得了340票 小贏了耳光一票 當初我在狼豬島遇到史培亞 看到牠在狼豬群中懦無其事的走來走去 看到這麼優雅這麼淡定的動物就決定帶牠回家 最近才知道牠身價不凡 真的是撿到寶 再來是第7名 彼得 獲得了341票 那為什麼突然跳到第7呢 因為第7名有兩位 第7到第10名的票數都是差一票一票的 所以真的不要說投票不差自己那票就不去投 那彼得也是非常的可愛 之前我玩手遊版的時候也有跟牠相處過 那另外一位第7名 玩具熊 也是獲得了341票 那玩具熊特殊的外表讓很多人覺得牠超可愛的 如果牠在我島上的話 我總覺得牠會被耳光拿來當玩具玩 再來是第6名 莫妮卡 得到了384票 那在本作新登場的莫妮卡一出現就受到很多關注 還有之前包括有個傳言說莫妮卡是致敬一位老奶奶玩家做出來的角色 又更讓這個角色有話題性 在這個名次也是不意外啦 那接下來第5名 蘋果 蘋果得到了477票 那我自己是蠻意外的 但是在日本蘋果似乎好像有一群死忠的粉絲 我不知道台灣這邊島上有蘋果的玩家 那覺得怎麼樣呢 我只知道倉鼠類的動物好像學美蠻受歡迎的 接下來第4名開始 票數都是破千的 來公佈第4名 茶茶丸 總共獲得了1045票 整個是第5名的2倍以上的差距了 那茶茶丸她有趣的表情讓很多玩家都很喜歡惡搞她 也讓她人氣直線飆升 也許過一陣子再辦一樣的比賽 茶茶丸的票數會更多也說不定 接著是第3名 捷克獲得了1065票 捷克在遊戲推出後就一直有廣大的人氣 二創的作品數量也是多到嚇死人 但應該很多人跟我一樣吧 以為動森人氣會爭一二名的就是捷克跟小潤吧 那是誰能介入他們兩位的戰爭呢 接著我們來看第2名 小潤獲得了1148票 那小潤真的人氣不滅 超級有動森王者的架勢 面對捷克也還是可以站穩 但到底是誰這麼厲害可以左打捷克 又踢小潤站上第一名寶座的 那就是獲得了1448票的阿依 現在知道為什麼我要做這個影片了吧 我家阿依就是最可愛 不服來辯 雖然我看日本那邊不少人 對阿依在第一名這件事有一些抱怨 因為日本他們票選的頁面是按照著名名單的假名順序一列排好的 玩家要自己拖到喜歡的動物那邊進行投票 而阿依的日文叫做一隻狗 就是一號 所以他的名字是排在全部動物的第一位 就會有人抱怨 一定是一些阿公阿嬤不會投票 看著第一號是誰的投票 但不管 阿依就是拿到了第一名 身為阿依鐵粉我就是要拍這個影片幫他慶祝跟紀念一下 另外之前巴哈姆特網站也辦了一場人氣票選 也在本月的18號結束了 現在應該是在統計的階段了 我非常期待台灣這邊的玩家票選出來的名單 會跟日本海外的玩家喜好有多大差別 因為就我認識的周遭的朋友們都會很愛某隻 我覺得人氣在國外可能沒有那麼高的動物 不知道到時候投票出來結果會不會 也是小潤捷克 廝殺的場面 那附帶一題就是我還是投給阿姨 可是只有一票 不然我很想給遠人多一點支持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